是的主播一群警察围着被遗弃的机车 查看脚踏垫上的物品 随后开始在车壳上收集指纹 旁边地上还掉落着两个安全帽 原来稍早在这里发生了斗殴事件 这里是中和举光路上加油站 26号凌晨一点 一群人先抵达加油站等人 随后又有一群人不断按着喇叭 凶狠地追了上来 机车喇叭声 啪就是摩托车又改装的那种 一群喇叭声过去 就连加油站店员也都吓了一大跳 两派总共加起来15个 有棍棒然后也有刀吧 据了解一名17岁的少年 日前追求一名17岁的少女 但是遭到拒绝还被对方嘲讽 少年怀恨在心 趁少女在加油站外等人师 趁机绕人前往 两派人马一见面就持刀棍围殴 造成两名男子受伤 警方迅速抵达现场 但两派人马早已鸟受散 现在警方已经在调阅监视器 也将当时少女带回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